大家好,我是巴仁,這次開箱速遞 跟大家介紹兩部 Skooker最新推出的 Toy is Limited Edition 我當作香港限定版 Mercedes-Benz 180D Pontom Hong Kong Taxi 不要緊,都是那部180D 同一個沒有,不過用了 右軚和香港的士的顏色 之前推出了200D 我推出來,這部是經典的 我自己當年一口氣買三架 最後是覺得有點混賤 三架QC都不是特別好 頂燈也有些是黏過的 一個位置調得不正 但這部車的確是值得收藏 因為一架叫香港的士 另外一部香港的士 就出了福士版本 雖然沒有正式的歷史圖片去做一個 support 但是的確是有一些上年紀的觀眾都說 是有過這款車的 雖然我還是有丁那麼多不相信 因為始終都是不太像當時的士業會想買一部這樣的車 雖然有點不像 你說白牌車我相信 但是的士我自然是有少少不相信的 但是起碼有些同一個 起碼都是經歷過那個時代背景的觀眾 我又不能夠完全不相信它 都是有少少傳遞 但是無所謂的 如果真的有的 起碼找到一張照片 一路來講 以前拍照又沒有現在那麼方便 現在你說見到 特別的車隨時可以拍下 它放上網 但那個年代沒有這件事 是有點困難的 不過不要緊 可能當年香港真的只有1000來一架 沒有人見到就沒有人拍下了 很難很難說的 不過不要緊 要說回這些一定有圖片座證的 就是這個10D 其實在拍這條片之前 Tiny也開了新頂 就是這一架10D的綠色版本 對 即是有一部另一個版本是綠色的 那部東西也都會 不知道什麼時候推出 但Tiny已經分店 已經是應該放了Dispay出來 是綠色那部 這部也是現貨的 綠色那部要開訂 到時候看看為什麼 因為綠色那部 雖然這顏色就不太吸引 但是也是做過香港的士的顏色 那個顏色也是看回香港以前的 的士顏色真的可以任選 你喜歡就可以用 基本上就沒有那麼多限制 以前 這次的10D的古色古香 我多喜歡這種感覺 但是車牌真的很離譜 歪歪了 好像是撞完車來 這樣好像 你也是拔不開的 車牌 這樣就比上次更稀 今天的士燈也叫做 沒有歪得那麼攪關 但是車牌真的好像撞了車來 你說真的撞過來了 我也相信 這樣倒進去 然後退出來 如果牌歪歪了 我也相信 這個牌歪歪得很攪關 真的很過分 真是歪歪的 整個牌歪歪了 尤其是他都是做右軚的 這車是灰色籠的 看來我另一部有沒有撞到歪歪了 真的被你取救象 Skugger的QC一向都一般 但是它這款真的很吸引我 是開啟我的 因為我是特別喜歡這些 這些年份相對舊的車 如果不是我是不會玩M2 M2我現在一直都很努力 很想收藏多些 即是比較偏向美國車 多一些的那款 即是美國風格重一點的那款 即是它有出福士 是不是也有出一些 可能比較後期一點點的 美國車 Van仔 其實鴻興近來都翻了一些 如果有去過鴻興近來 我自己都買了M2的Dodge的路形車 Van仔 雖然我不是想要路形Van仔 我想要4Van 但那款東西其實都不夠 其實我覺得M2做得最漂亮 是那些50年代的美國車 一直都是M2做得最漂亮 因為那些又開到門 又開到頭蓋 那些車才是最等待 根本上它開到這麼多扇門 它買六七十元一架 我都不會覺得貴 甚至八十元我都不會覺得貴 Mini GT都是八十多元 都開不了門 對不對 所以當然它的QC可能會差一點 M2 但起碼它開到門 很多款都 是不是 你拿一塊水出來買 其實都值得玩的 就算一塊水一架都 所以基本上我看到M2 我都笑著買的 除非開天殺價都很貴 反正我都笑著買的 有些朋友在加拿大買過來 他說不便宜的 那家的東西都要舊了 買吧 香港一家都沒有 不是不敢買 我朋友已經回到香港 隔離14天 我想排到 因為這個月的車都比較多 可能排到明年才會和大家見面 也不是差很遠 兩個星期左右 是的 我現在預告我買的 什麼東西的款 好像 有一架五十年代的 應該是賽車拉花 用賽車拉花的一架 Cope 忘記了什麼東西的牌子 是M2的 但忘記了什麼東西的車款 然後有兩部Jip 這兩個我真的是重頭 真的是來老虎 在加拿大運過來 所以我很多謝這位朋友 那 說回這部沒有車 這部就是我剛開的第二架 也是歪的 不過就沒有剛才這架 歪得那麼交關 你看到也是 五座位的牌歪 我也有勾 因為那個牌 其實真的 歪了也不要緊 車牌可以歪 車牌歪真的好像撞過來 這個也是歪的 所以它應該是就這樣 用這些東西貼上去 我先研究一下 就這樣貼膠水 這樣就撞了 就這樣貼膠水 也可以歪到這樣 你可能貼了 然後不小心 撞一撞 它歪了牌 然後就放下去 放到盤上 這樣 肯定是這樣 這個牌歪了 我也不知道怎麼撞出來 我不知道有沒有觀眾試過 如果是 可能真的要 硬撞開牌 然後 它已經不是 但是 你斜也不要緊 你歪一邊 就真的撞過 這樣 真的很噁心 不是說笑 看看尾巴 尾巴 尾巴 我覺得差不多 尾巴 不是的 我也可以拿回Tiny換 不過就不容易看到 車牌 這次的車頭 車章也差不多 你Google 你都不會覺得 做到Mini GT 但是收貨的 其實也不想收貨 剛剛看到鬼面罩 旁邊的封口 又做得好像很熱 但是這個款 我真的很喜歡 我看到 雖然我忍不住買 雖然拿到手 真的有點失望 但是 我覺得還可以的 但是真的有些 側得過我的份 當然是推得順 但是它也是有些 那些輪子 一漲出來 完全不知道什麼事 完全不知道它的裝嵌出現了什麼問題 是完全理解不到的 它又不是做什麼 所以你要再拆開這條灘 再看看裡面 然後你又發現不到什麼 然後最後也是 其中這些灘子 都做到差不多 你看到了 應該水口位還沒批 然後硬硬塞了下去 整成了這條灘子 要不然就把它拆開出來 算了 算了 老闆 八十幾元 經常都犯了一些 Greenlight煎會犯的錯 Greenlight都少了 其實最近這些 這些 這些胎的水口位還沒批好 那些它也少了 其實以前 早兩三年 很多的 整個都是這樣 每次買Greenlight回來 都要跑胎的 你不說 因為它在開真車 它真的 真的完全不可以 那些水口位還可以 那麼厚 我就是要剪 我看要 厚到我又會不肯 給觀眾看 也行 都可以 但沒有那麼容易看 總之有凸起了這些位置 你看到現在這些 一粒粒就是水口位 我已經輕輕刮 它也是不脫的 證明它那些水口位 根本還沒批好 根本就走 求狗旗就出廠 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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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